那因为很热的时候我就冲凉水澡 结果在两椅躺了想要上床的时候 突然我的左边左手左脚没有力 我站不起来 一个中文前家花风 两个中文前家始终真无得志 医生是说初学位置很深 刚好是在脑袋的正中央 开到的风险性蛮高的 还好初学量不是很多 所以有机会可以让它自行吸收 来 舌头看一下 在初血性脑中风的急性期 他毫不迟疑加入中医治疗 中药早期的介入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脑部受损之后 不管是初血或梗塞 脑细胞开始就缺氧缺血 然后开始就凋零 我们的团队发觉早期的治疗 对于脑细胞凋零死亡过程 它是可以阻断 如果将脑损细胞分成三部分 第一种是受伤出血直接死亡 第二种是正常脑细胞 而第三种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 失能细胞 不论高血氧 低温疗法 如外瓷刺激或者中医针灸 都是要治疗这段失能的脑细胞 换血越多 患者恢复的能力就越多 失能就是说它暂时没有功能 但是如果我们提供一些比较好的环境 养分或是改善某些发炎细胞水肿 它有机会活过来 跟中医医药的合作 希望它不要进行产生进一步的死亡的发生 轻轻的 中心后全医 甚至 甚至 中风以后这个手脚变得很重 不是平常的脚 去训练它的大脑 去控制它的动作模式 模组其实在脑伤的病人身上 如果是成年人 它本来这个动作记忆就会有 它只是受伤之后它提取不出来 张力也不是不好 因为有的患者你如果太软 比如说脚没有力量 它反而不能走路不能站 那有张力的出现呢 就像一根拐杖一样 会帮助它的一个站立 脑中风是造成失能主要原因 夺走生活自理能力 还常年霸榜台湾前十大死因 现代医学 十个中风的患者 真的可以拉到生活自理的只有三个多而已 我们团队目前大概如果十个 应该可以拉到七个 中西医治疗脑伤的一个经验推展 而且开始大家一起做的话 大概每一年会有四五千人的患者 是不需要躺床的 我说我就是送我回来到门口走进来 我的颜色掉下来 我没有离他再加那么久 出去白天 所以那天能够走进来 我很感动 两个月前 他已经是在黑白片 他是没办法控制 但是现在可以叫他直就直 他自己要好 他们就知道附件的重要性 凡事往好处想 要乐观一点 要装一点点糊涂 不要太精明 大病一场历劫归来的张万春 借用三句话自我体力 发上等院 劫中等员 想下等符 只要能好好的走一步路 都值得珍惜 我听见到你 不需要 有词 收店